另外继续带你来关心 为了要让赠灾的重建工作顺利推进 华丽县政府在10月11号召开了白单户 也就是一般户权益说明会 邀请了玉里镇 副理箱住宅判定为一般户的民众 重点说明建物评估 以及后续处理的流程协助灾后重建 为了让赠灾重建工作顺利推进 华丽县政府10月11号召开了白单户权益的说明会 邀请了玉里镇副理箱住宅判定为白单户的民众 重点说明建物评估 以及后续处理流程协助灾后重建 到后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现场里面就马上 这个棘手来挖问 我想相关的单位 会给各位详细的做说明 我们希望在短时间快速的 赶快把自己的家业 民众也针对申请补助流程提出疑问 更是针对民间团体协助重建 与县府是否重叠提出了异议 县府也一一回复 针对于里镇副理箱以及浊西乡的震灾 重灾区住户 县政府拟定一般住家建筑物毁损 商修缮救助 一般住户需提供建筑物主体 税集或门牌 杂项工作物证明或设备有毁损伤者 可向当地公所村里长通报填写 花林县0918震灾财产损失查报表 并由公所汇报资料给予县府 救助金额依照项目发放上线新台币 5000元至5万元不等 受灾护请尽快与当地村里长提出申请 让家园尽快回复 记者高松双玉里镇采访报道